大家好,跟大家拜個連線 恭喜發財,身體健康 祝大家步步高升 講明步步高升,所以我今次就是很簡單分享煎糕的一些小心得 首先我會用鐵鑊示範 另外我亦會用熱鐵鑊再示範如何煎糕出來 一個就香脆一點,一個就小油一點 大家喜歡哪款就自己適除專便 看片之前想提下大家,如果大家看完條片是喜歡的 請到我頻道頁面先按訂閱鍵,是免費的 然後再按這個鈴鐺,你就會收到我每個禮拜上載新片的通知 好了,首先將糕切好一片片 一底糕是圓形的,我就會將它們切成一片片 我的習慣就是先切了四個邊,然後將中間一開而再切開一片片 在這裡就要多謝K廚常味送了這些 這麼足料又好吃的自製蘿蔔糕和芋頭糕給我 這些糕他做來自己送給親朋好友的,沒得買的 這個也是我吃過的蘿蔔糕之中,真是數一數二的 因為你自己去做糕是最不會計成本的 它基本上是那些不適公本做法,所以真的很好味的 即是蘿蔔已經用日本蘿蔔,然後那些瑤柱、蝦米全部都是漂亮的 好了,那些糕就一次過切好了,將那些今次不吃的那些 就蓋住它,放回冰箱,下次再煎來吃 那來了,先用鐵鍋煎 首先開個中大小小的火,就先燒熱鑊 不要調太大火,但是鑊要燒得夠熱,因為太大火就容易焦 但是鑊夠熱都很重要,因為它不是易結鑊,有機會似底 所以你放些膏下去的時候要夠熱,還有要給足夠的油 當然,始終在家裏做,其實我都很克制的,也不是說放太多油 好了,那弄到鑊夠熱之後,現在就可以放些膏下去了 那些膏就不要排那麼密,我寧願煎多幾次了 因為它太密,它黏了也是麻煩的 鐵鍋的溫度比較高,所以每一面煎2分鐘就可以了 那就大約頭20秒,都繼續用這個中大小小火煎,還有不用動它 那20秒之後,你可以試試它,推不推得動呢? 你發現它不再黏底了,推得動,即是脆扁形成了 那你就可以調回小火了 用大火煎香過面,就用小火煎到全膏都是透心熱的 那就調回快鏡先 還有,記得煎這些膏就不要經常動它們了 給點耐性只等它們就可以了 那臨反轉之前的20秒左右,你就調回中大小小火 好了,那現在反轉第二面了 用鐵鍋煎2分鐘就可以煎到那麼香脆金黃的了 這一面都一樣是煎2分鐘的 那一樣都是,頭20秒就用這個中大小小火煎香的面 然後就調回小火煎到它的內心都透熱的 那都是那句啦,不用怎樣動它們的了 就慢慢內心地等 都是最後20秒左右就調回中大小小小火了 好了,煎好了,那現在看看它們的另外一面 那都是非常香脆的 我自己真的喜歡煎到蘿蔔糕是真的煎完的感覺 我比較喜歡香口一點的 即是太輕煎我不是很喜歡的 不如不要煎 即是我覺得如果你太輕煎,不如蒸出來吃 那當然啦,這些東西其實口味也是很個人的 始終是有人喜歡吃輕煎的 在家製的食物最重要適合自己的口味 好了,那些膏煎好就拿上來了 這件我覺得可以再煎久一點點 所以我就放在這裡再煎了一會兒 那這隻鐵鍋夠油潤夠熱,整個過程是絕不黏底的 好了,搞定了,那些膏就拿上來才關火 接著到芋頭膏了,那個煎法都是一模一樣的 還有芋頭膏比蘿蔔糕更容易煎過蘿蔔糕 因為它比較挺身 不夠油就補一點油 都是每一邊兩分鐘,煎好就反轉另一邊煎完它 我自己呢,兩隻膏都這麼喜歡吃的 不過我自己就,蘿蔔糕呢,我自己一個人每次呢 可以吃到半底的 芋頭膏就不行,因為芋頭膏就飽肚一點 好了,那你看到呢,它兩面都煎好了 那現在就可以上碟了 那用鐵鍋煎出來的好處呢,就是它夠熱 那它的時間會短一點,快一點 還有它會香脆一點的 那接著呢,你就調回中細火了 那你切高的時候呢,有很多那些碎的嘛 那些碎,有些瑤柱,或者有些蠟味,蝦米 那現在就用個中細火呢,就把它們弄回熱,弄回香後 那然後再淋在膏面就搞定的了 那做這些碎呢,留意一件事就是 不用那麼大火就可以搞定的了 那因為太大火容易焦了 那做完就淋在那些膏的面上了 那煎完這隻鍋都挺乾淨的 那用鐵鍋煎的蘿蔔糕芋頭膏呢,就示範完畢了 好啦,你說想少油一點簡單一點,容易一點煎到膏出來呢 那怎麼辦呢,拿一隻熱結鍋出來咯 看開我的影片已經知道我想說什麼了 就是用熱結鍋就要先下油才開火 熱結鍋是不可以乾燒的 那我真的下了那麼少油的 那大家看著怎樣煎出來 首先都是開個中大火燒熱的油 那夠熱呢,你就可以放些膏下去煎了 那這個夠熱的程度就不用說 好像剛才鐵鍋這麼講究的 因為它是什麼,它是熱結鍋嘛 就算你不夠熱放下去,其實都不會刺的 那當然夠熱放下去就好些了 那熱結鍋它沒那麼熱的,要每一面煎它3至4分鐘 那在頭40秒左右就用這個中大火 那然後呢,就調回小火 那原理都是一樣,先將它的外層煎香 然後再用小火煎到它透心熱就可以了 用熱結鍋沒什麼特別的東西需要注意了 慢慢等就可以了 那,軟反轉之前40秒記得轉回中大火 好啦,現在很輕易地反轉膏了 那,沒壓力地這樣少油煎膏 就是用熱結鍋煎膏的好處了 那反轉之後再煎它3至4分鐘 好啦,煎完就可以上碟了 如果有些膏呢,你覺得它還沒夠香厚的 那你就煎久一點了 那這樣慢慢煎,少油這樣煎一下 其實最終那個效果都挺漂亮的 不會夠鐵鍋這麼香厚,但是出來也不差的 總之呢,煮食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選一個適合自己的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個簡單的煎膏分享 就請讚好,分享或者留言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按鈴鐺 那你就會收到我每個禮拜上載新片的通知 蘿蔔糕、芋頭糕的好朋友是什麼? 就是這個辣椒醬 我習慣是吃一半原味之後 然後就會點辣椒醬吃 今集差不多了,片尾再祝大家龍年行大運 還有最重要的都是身體健康 開開心心 大家一起步步高升,下集再見,拜拜 拜拜